大家好,近来陶夫和陶夫人在家里没有什么要做 发觉原来,家里有很多不等西东西 我们都开始买出去,无谓阻计 已经花了几个月,成绩都不错 其实有些旧东西,我已经说过了 你不要而已,有很多人要 只要你的价格公道,性能各样都不错 或者是用得的,不妨就买出去 因为有些比较大的电器 早前我们在Clarbusillo 没有办法去卖的电器 开始陆续,我们就在家里 将电器放在网上去买 昨天就有一个旧的暖炉 即是插电的那些 本身自己也有多改 这个就不要了,放上网上去 放上去Facebook 一天就已经有人下来拿了 即是成交了 这位兄台很快就拿走了 通常跟本地人或者跟一些英国人做交易 就不是说放下钱就走 通常都会聊聊天 我当然不会错失这个机会 其实我本身都比较喜欢跟一些朋友聊聊天 周章自己知识 说一下聊天 或者去撇开一笔 有位网友他就问我 在讲下去之前 麻烦大家看完广告 这位网友他就message我 他说他本身就是初老贵境 就是在曼城那边住的 但是就是一个人住 他自己形容自己很孤单 没有什么朋友在附近 人生路不熟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值得和大家讨论一下 他问我什么呢 他说早几天 有两个师傅就上门 帮他安装那些上网 光纤入屋 这两个师傅当然是和这位网友聊天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问他这房子是租还是买的 他说很担心 他很担心什么呢 可能他得到一些资讯 其实我自己也说过 因为香港人来说 或者是华人来说的目标是比较明显一些 还有因为现在的时势不好 很多人都知道 比如你BNO过来的人 都是会有一些钱的 有些钱的 或者可能怕自己成为 这个劫匪的目标 他说他很担心 他问我 其实 这样聊天 透露这些东西 有没有问题 如果以这位网友 这样的情况 应该没有问题 另外 因为这两位师傅 是电讯供应商 或者是互联网供应商 这三派来的职员 他其实都知道了你的底 看到了你 在哪里住了你的地址 只不过问一下 你的房子 租还是卖 其实都互相大雅 但始终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个是对的 无论什么情况之下 尽量不要把自己的私隐 透露出去 尤其是在街上 譬如你遇到一些人 你和他聊天的时候 其实他有很多人 会问你 他会问你 在哪里 你在哪里住 或者 甚至乎 你开什么车 之类之类 是有机会被人套料 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尤其是在大城市 特别是要留意 比如他问你 在哪里住 他大概知道 那个区 是什么区域 甚至乎 你有多少人住 是不是一个人 或者是一家人 是不是 来了多久 很重要 来了多久 来得多久 他会觉得 你都差不多是本地人 你都知道很多东西 是吧 就不会说盲目 但是 如果你告诉他 我刚来很久 你可能不太懂 你都会相信 我亦都知道 是有这些人 就是困住这个机会 就是 初来报导 就是捉住你 这一点 看看能够有什么好处 这是真实发生过 所以非常小心 尽量把私隐 尽量把私隐 不要告诉别人 可以确保大家安全 是吧 说回来 这位人兄 就是来拿电烂炉 那个人兄 他主动和我聊天 我当然是落雨 跟他聊两句 原来他告诉我 他不是威尔斯人 他是英格兰人 他来自哪里 他自己说是在 布里斯托里 其实我想问他 为什麽呢 我还未出声 他已经自己爆出来了 真的好谨 他本来在布里斯托里 他在布里斯托里 他的生活指数 真的相当之高 非常高 他为什麽 要移过来 南威尔斯住呢 他现在在南威尔斯住 他说因为要避开那种高消费 他自己说 他说在布里斯托里 他本身是租屋住的 他租了一间 所谓的单位 就是一个房间的单位 你猜多少钱呢 他说差不多要900磅 一个月一个人住 他现在移居了 他说过来南威尔斯 一桥之甲 一条桥 其实是两桥 一条新桥 一条旧桥 一条旧桥 Servant Bridge 他说只是一桥之甲 他租了一个两个房间的房间 只不过租金大约是六七百磅 而其中之一个房间 他还分租了给一个拍档 因为他做装修 装修通常都是拍档 很少没有拍档 方便大家出来找食 大家出来做装修 他说分了给他那个拍档 他说你想想 他跟我说 他说你想想 我在那里一个人住 住个Flat 小奔奔 都要900磅 900多 那里来这边一桥之甲 租一间房间 两个房间 总可以分租一间房间 给人家 都是七百磅左右 六七百磅左右 他说简直是天冤之别 我多可问他 我说 以他 即是过来人 他真是过来人 他说 你在英格兰Bristol 那里生活 以及在南威尔斯 即是这边生活 那个分别有多大 即是支出和支出和支出 他说 真的差好几倍 其实这个现象 我从前都说过 我说是 英格兰 以及南威尔斯 甚至乎 整个威尔斯 那个生活水平的指数 是相差很大的 只是一桥之隔 Bristol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根据这位英格兰人说 他说Bristol 生活的指数 已经是直逼伦敦 即是跟伦敦差不多 你住Bristol 以及伦敦 那些洗肺 其实都是差不多 很多英格兰人 是走过来的 不过多数都是退休的人士 例如他在英格兰的物业 他比较值钱 他就买了它 买了便移过来 南威尔斯这边 买了差不多 同一个大小 或者类型的物业 其实是省了大截的 还可以套现出来 做生活费 这个情况 我觉得很像香港人 真的很像香港人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人在香港 卖了物业 亦都是非常值钱 即是买得高价钱 你过得到你这边 就可以用一个 比较低的价钱 或者比较优良的物业 那你就会有套现 即是有些生活费 我又问这位朋友 你发觉英格兰 你在Bristol 和南威尔斯 其实他住在我们附近 因为他差不多半个小时 就可以来到我这边 找到暖牢 我问他 你发觉生活质素 会不会不同呢 因为便宜不是贵 但是当然有分别 对不对 没有那么好处 你比较少一些 生活质素 一样 根据他说 其实基本上 没有什么分别 即是说 你在南威尔斯 生活 和在Bristol 生活 你所得到 所有奢侈品 日用品 各样东西 其实他说 质素是没有变的 但是价钱 便宜一些 是便宜的 根据他说 其实他过来南威尔斯 他一样有生意做 他说 他现在都在做一单工程 他为何要买这些 二手暖牢 就是因为 他装修了那间屋 他本身 没有起床 没有起床 他跟那些拍档 做事 很疼 所以他一定要买这些 这些插着他 做事就舒服点 暖点 我便问他 咦 你过来南威尔斯 这边 做生意 你会不会接 Bristol 那些生意 例如Bristol 可能也会有一些 客仔 或者顾客 他本身 他说 有的 他也有的 看看是什么情况 他说 如果是比较 濕碎的 他也不做 因为 车程都是比较远 例如 你到Bristol 也要过几个小时 来回到两个小时 他说 如果你拿下去 上来 如果是小银 你只能搞 他多数人会接 同事 就说 看看那件事 有没有可以收拾 是吧 所谓的 但是 如果你要这样 下去 也要看看 他说 如果太忙 也不下了 如果是熟客 便去看看 那些都是成本 你自己的成本 你做生意 都是这样 接着我便打蛇蛇棍上 问他 你收别人 报价费便可以了 我说 知道有人会收 好像说 那个师傅说 他说 他就不会收 他直接不会问 不会被人拿 第一 第二 就是说 你问 就是他说 你问都没有人给你 是吧 就是这个common sense 他说没有人给你的 没有人会给的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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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你不懂 譬如你 你不懂 就是不用给 或者不会给 那你就不知道 或者会有人给的 只是在不知道 的情况下 才会给的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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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远下去了 你也不会下去了 你终于做什么 他说 他说 除非他在附近 做工程 譬如他在Bristol 做东西 就顺便下去 看一看 看自己本身 唯一的数据 自己有没有收拾 如果他说 他给的价格太高 的话 即是出的价格太高 那个布价太高 人家都不会光顺你 我说 这是common sense 他说 我问他 他说 你在Bristol 住了很久 他说 他在Bristol 他在Bristol 长大 但是 实在顶不顺那种 日常支出 和脾肺 走过来 纳麦尔斯住 我问他 纳麦尔斯 可以吗? 他说 他说 纳麦尔斯挺好 挺好住 同时他说 他住在这里 即我这附近 你去Bristol 他说是一个多小时 他说距离很近 以英国的旅行 那些距离 来说 其实不是一辆远的地方 他说很方便 一条桥过去 不久已经到Bristol 他说 对他的日常生活 完全没有影响 同时 他说如果 想和朋友聚会 驾车下去 他说很快去 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 最重要的是 他说什么 他说 洗肺支出 持太子 他说他现在很快乐 哈哈 所以 在香港的朋友 即是 还没想到 在哪里下距离的朋友 我呢 就不厌其烦 又要推销一下 这个难不及思 根据这位英格兰人说 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就是说 你在英格兰 不要说在伦敦那么远 比如你 Bristol 其实Bristol 也是一个很热门的 香港人落脚的地方 来的 它位于南边 英国的南边 跟这个南威尔斯 就是一桥之隔 连英格兰人都觉得 在Bristol 生活 不划算 如果你本身 比如香港人 B&O 过来的 你不是真的有太多钱的 而你又想 有一个生活质素的保证 是不是 而那块钱又很小一点的 那不妨 好像这位英格兰人那样 住在南威尔斯 而这位英格兰人 亦都说出他的感受 就是说 生活质素没有变 物质享受没有变 但是 你的支出 你的洗肺 你的那块钱 甚至乎 那些质素质素质 真的要花很多 今天记得大家 麻烦你们 subscribe like comment 和我share 出去 最好 可能的 按一下小钟 谢谢